刚刚我们看了《征活伯业障》 因为现在师尊的书 全部由征活伯业障来出版 来出书 由他来统筹一切 在这个疫情时间 要出版书而且能够销售的出去 是很不简单的 大家想一想 大家都不出门了 疫情时间 不出门就在家里 那谁会去书籍买书呢 很多书籍在世界各国也都没办法开 书店 有规定书店可以开门吗 谁知道 好像是加油站一定要开 超市一定要开 另外还有什么 我们华盛顿州 医院 医院要开 医院当然要开 银行 银行 邮局 书店呢 好像没有听过 但是奇怪的是 这个疫情时间啊 十尊的书啊 消得比以前还好 这可能跟周慧芳律师 在这个宣传有关 他的宣传得力 宣传得力 这个所谓啊 现在的生意是 没有促销啊 就是报销 这个书本身如果不宣传 没有促销就是报销 但是我们不能够让周慧芳一个人 周慧芳律师一个人在促销 我们所有的同盟 全部都是推销员 《真佛中的地址》 每一个对于《真佛剥业帐》里面所出版的书 每一本通通都要推销 希望大家 告诉大家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